雷歐聊世紀 天天中不新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COPCHY對上HERA 這張地圖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好 那我的嘴巴這季終於已經好了 那我的甘子樹也來到了極限 所以我們的影片呢 現在只會一天一步而已喔 非常感謝各位的獅子喔 到了...第二年的日更喔 真的是...甘子樹終於扛不住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中喔 這場是瑪雅人對上保加利亞 看一下出生點位6點鐘方向的瑪雅人 瑪雅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工兵單位喔 造價非常便宜喔 而且老鷹擁有白血老鷹的特色喔 戰毛兵還可以獲得散彈戰毛的這個效果喔 所以他的戰毛兵也算是蠻有特色的 但是通常實戰中喔 伏太會出喔 比較容易看到的還是他的 黃金國白血老鷹 跟他的羽毛劍射手的路線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位3000積分玩家 這個就是HERA自己改的名字喔 這不是我幫他改的喔 那HERA呢這次選到了保加利亞人喔 那保加利亞人呢被很多職業選手 都會評分的比較低一點喔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喔 而且他的保加利亞奇兵喔照樣就昂貴喔 雖然他的單位強 但是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往往很難爆出大量的數量去壓制敵人 那保加利亞人呢他的還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的弓兵喔 是沒有辦法延續城堡時代的弓轉奴的這個變化喔 所以沒有辦法打出城堡時代的奴兵加騎士這個強勢打法 所以也是有可能讓保加利亞人的勝率喔 有點下降的可能性喔 節奏沒有辦法延續喔 對於世紀帝國來說是很嚴重的事情喔 那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馬弓路線喔算是蠻能用的喔 三弓有 但是沒有三防 但是有拇指環有 安血人彈術 但弓箭手來說喔 只要有攻擊力就行喔 防御力不是那麼重要喔 那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呢也是比較有特色的 他的馬盾技術呢 可以讓騎兵攻擊速度喔 加33%喔 所以他的騎兵是非常強大了 這一點呢就要來看一下HERA 要怎麼用他的銀類 去獲得這個經濟優勢喔 或是打擊敵人的經濟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HERA看起來 是比較OK一點的喔 這個前面這裡圍起來不是太大問題 這裡也可以直接圍下來喔 那左邊這個地方可能是他的防守重區了 這裡是基本上不太能圍死的 要圍死的話是可以啊 只是你要圍到頭破血流是有可能的喔 那來看一下Cupsh這裡 Cupsh這邊的地圖看起來主經的位置也跟HERA差不多 但是他的附巾怎麼在正前方啊 這看起來有點炸裂喔 後面有一塊附巾呢也是在後方喔 他的整體看起來都是兩邊不太好圍 要圍的話都是要大圍才能圍起來的 好 但是Cupsh這邊是果斷大圍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視野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視角裡面喔 喔 他的地圖看起來是很不錯的 好 都已經知道 欸 我這裡兩片墓區這裡為到底 就是地圖邊界喔 好 那Cupsh這裡是繼續圍加 織布技術已經點下了 因為瑪亞人開局時或多給一村的關心 所以一開始會卡人口 所以可以看到Cupsh這邊村民術 實質上是領先一村的狀態喔 那...Hera這邊的村民術 現在是17村點下了 封建時代 要來轉肉碼開局 那保加利亞人的步兵路線喔 會自動升級喔 所以他其實也很適合棒棒開局喔 好 但是Hera這把是沒有打棒棒開的喔 好 但是Cupsh已經把家裡給圍好了 9分鐘把家裡給圍死 非常的快速喔 我們的會員影片呢是交8分半 因為在8分半這個情況上來說 已經可以擋住大概1500分以下的 玩家的快攻喔 基本上不會這麼快喔 但是月上面的話 你的圍加速度就要更快 可能在8分鐘就要圍死 或者是可能7分半越來越快喔 那我覺得8分半是比較適合 新手續學的一個時間點喔 好 那這邊兩隻肉碼過來 看了一下 三隻肉碼繼續再輸出 這個血量掉的有點快喔 好 後面這裡 Hera是沒有維加的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他的經濟已經開始在撒田了 甚至連事件場都補了 哇 Hera這波打得很兇喔 那保甲利亞人這邊應該還是會去出小弓喔 不然他只出毛病 是沒有辦法有機會靠肉碼 打破牆進去騷擾的 那Cupsh如果這邊也出小弓的話 那這邊就整出毛病了 OK Hera這邊有偵查到喔 二次確認你有沒有轉弓兵 有出弓兵 我馬上轉了一個毛病出來 OK Hera這邊打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既然我不為家的話 那我射箭場就要早點下 這個觀念相當正確喔 這就是世界分數最高的玩家 他的操作相當的標準 也是相當的正確啊 好 那接下來看到Hera現在是一隻漏馬還在裡面了 血還是滿的 兩隻漏馬還在繼續打 Cupsh是決定出一些弓兵在家裡 然後並沒有 這隻弓兵差點被砍死耶 Hera這個漏馬好兇啊 這邊再繼續打 好 村民拉回來 小民繼續堆啤酒喔 右邊的村民再把他給圍死 Cupsh一個超級大圍 OK 但是Hera已經點下城堡時代 這就是為什麼 為家傷經濟 你看這個不為家的人 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了 Cupsh這裡還沒有辦法點下 但是不為呢 被打爆又更傷經濟 所以這個取捨 是玩世紀帝國最難 去判斷 你到底該不該為死 你為死經濟就差 不為死 你也好像也會死 好 那Hera為什麼不會死呢 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操作能力 真的是太強了 基本上 他的兵是不會再發呆的 而且可以隨時反擊 好 回去 像這個村民反擊 這個效率也是很快啊 好 這裡撒了一片田 右邊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打算要3TC開農囉 OK 還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可以看得出來 是因為他這邊沒有轉雙馬就 也沒有轉雙射箭產 轉馬崩 而且志願存到了500木頭 基本上就是要來轉3TC開農路線了 那寶札利亞人 我們剛剛開一句有說到 他沒有那麼的經濟加成 所以其實 打3TC防守反擊 是最好的一個選項 那有些人會主張說 寶札利亞人 他是一個強軍士文明 就應該要打銀壘前壓 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這個計時有點相互矛盾的 雖然銀壘確實可以 單TC給到壓力沒錯 但是你後續的兵力呢 你單TC 寶札利亞兵 基本上很難吃得出來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這裡Hera一村被拿下 COPCH這一波打得很棒 這波衝進來 Hera3TC 要被制裁了嗎 Hera雖然有升級戰毛兵防守 但是二級攻兵開架還沒有點下 現在村民只能被射爆 這一波 COPCH打出了自己的優勢 COPCH這邊是單TC 雙射箭場 出小弓 完蛋 Hera這邊村民倒得有點多 哇 死了八村 41對43 但是沒關係 我有3TC 你就抓吧 反正 我還可以再造 好 二級的攻兵鎧甲 終於馬上點下了 Hera這邊的 應對能力 還算是很好 雖然自己看起來經濟爆炸了 但是二級的攻兵鎧甲還是有硬點下 我覺得這一點算是 防守這個一波通過來的攻兵的時候 最需要的判斷 馬上就要點了 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就會直接爆開了 好 那現在二級的攻兵鎧甲 防禦來到了6點 攻兵呢只有7點傷害而已了 所以呢 他現在要打戰毛兵 怎麼打都是1滴 但是戰毛兵打你可不就是1滴了哦 所以現在只要戰毛慢慢穩定出來 卡普奇這波攻勢應該就會被擋下了 Hera可以繼續3TC繼續弄哦 那卡普奇這波已經打到了一些村民之後 李英丹應該要趕快轉出城鎧中心 甚至要考慮去挖石頭了哦 原來挖石頭呢 就可以直接又繼續自己的兵力去壓制哦 然後直接插一個城堡在這個位置哦 直接插爆兩個城鎧中心哦 也是一個很好的雙TC 或是單TC轉城堡壓制的打法哦 那如果要打這個打法之前哦 通常還要再先補工程器製造所 轉個弩炮啊 或是投石車哦 去壓制對方的戰毛兵才行哦 所以卡普奇這邊的一連串的動作 也是相當的標準哦 甚至一個 可以算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前壓 你要弓箭前壓 再搭配後續的攻勢的話 這樣是最好的 HERA也知道該怎麼反思哦 你來這邊蓋工程器製造所 那我也蓋一個 那甚至待會我要考慮來挖石頭了哦 那現在HERA的主經被控制住 所以一定要往外先去挖黃金 待會石頭可能才會再挖哦 那HERA現在左邊的戰毛兵還在追 但投車已經開始想要給壓力了 輪走技術已經研發好 投石車蓋在這個位置 這裡工兵想要點掉農田 卡普奇3TC也在農了 兩邊都在轉防守反擊 不是防守反擊3TC開農啊 HERA這邊防守反擊 依舊是打得很漂亮 這個投車 拍到了 往前走 哎呀 結果沒拍到 HERA這波要是我的話 我就想往右拉走就被拍到了 但HERA是往前走啊 好投石車什麼都沒拿到 打得不寂寞 這個工程器知道說卡在這個位置 讓卡普奇一直要有戒心 不能放輕鬆 不然這個投車可能被換 或是崩兵也是 好 那待會投石車什麼時候出來 就會顯得很關鍵了 好火防投石車 終於拍到HERA的戰毛兵了 世界冠軍也是會有失誤的時候 這個直接戰毛 剩下三隻 工兵跟投石車 怎麼被戰毛兵給包圍了呢 看起來怪怪的 看起來怪怪的 怎麼是戰毛兵在後面包夾的感覺 畫面相當異常 好投車出來直接先拍工兵 工兵直接倒了一片 HERA這一波砸掉了十隻弓箭手 後面投車直接一換二 再來殘血的投石車 再換掉 又一個換掉 哇靠兩台投石車換了十隻弓兵 三台投石車 這一波相當炸裂 不管是哪一邊 都有點炸裂 投車再拍個一下 投車直接被擺給 漂亮 這就是世界最頂尖的玩家 HERA 有點 有點東西啊 我看不只有點了 是非常多點了 好強啊 看到我這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這個操作 直接先投工兵 這是我沒想到的事情 通常大家對於投車 大戰時候 最優先的目標應該是打對方投車 那不打對方投石車 那自己就有可能被對方投石車給打到啊 但是HERA這邊反其道而行啊 先砸工兵再砸投車 而且還做到了很好的效果啊 好 HUPSH本來剛剛要錢壓寶給壓力 但是看來是給不了了 只能在這個高地 先把自己的附金給控住 有這根城堡 應該暫時無憂無慮了 哎呦 一滴血躲掉 這個 這個投車扭腰 這就是世界頂級的玩家 太狠了 好 右邊的工兵直接射穿HERA右邊的金礦 連HERA字直也沒發現 我剛剛想說他的工兵怎麼不見了呢 原來走到了右邊溜進來了 OK 直接射穿 這一坨工兵已經擊殺了7隻村民 HERA的村民處 現在是76村對86村 準備要領下帝王時代了 那卡布奇這邊還沒有爆發點滴王時代 但HERA應該是可以了 但是黃金像是被斷掉的關係 有點難打 那如果現在HERA要趕快打的話 就要趕快繼續開TC挖黃金 好 這裡 點帝王 少一個東西嗎 工程系製造所 好 大學府在左邊 可以 好 右邊這個工兵 直接維持 戰毛兵全部吃光 好 卡布奇分數現在是4600分 HERA是4500分 兩邊的分數其實相當接近 那馬爾人的經濟加成 要到帝王時代中後期 才會慢慢顯現出來他的優勢 他的經濟加成 主要是在 讓自己挖的資源 時間再更久一點 好 所以呢 這個 經濟來說呢 會到中後期 發展到最強大的時候 現在馬爾人要開始考慮 要不要打老鷹這件事情 但是打老鷹 又很容易被騎兵單位給反制 而且保加利亞騎兵又有攻速加成 所以基本上 攻兵路線應該還是首選 晚點才會轉出 這個 白騎老鷹去壓制 甚至卡布奇這邊可以考慮轉中頭 馬爾亞中頭配上羽毛劍射手的路線 也是很適合反視對方戰毛兵的路線 甚至可以壓制對方的頭車反擊 這也算是比較少見的打法 因為頭車配弓箭手 算是一個歐利式遠程部隊的打法 沒有前排 就意味著你要騷擾對方村民 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甚至你可能要用巨頭先硬拆掉層次中心 才可以大規模的打擊 好 黑羅這邊是決定點下騎士 先稍微防一下 引擎的部分還沒有蓋 現在石頭踩正上來慢慢挖起來 好 卡布奇這邊城堡繼續壓制 要把你主機給控制住了 好 左邊戰毛兵也在嘗試給壓力 現在地獄時代 黑羅還有五秒鐘的時間 好 決定把下面這個地方給圍起來 不要再讓弓箭手從右邊溜進來了 好 瑪雅人點下了護衛技術 白騎老鷹準備要登場了 好 四隻羽毛劍射手 現在還在慢慢出 現在看起來老鷹路線應該是要提升上去 那卡布奇待會升級的東西應該也是會先升級 三級射 分化群 先點完了 那金瑞羽毛劍射手應該就不會去升級了 好 那可能會直接鬼轉老鷹 三級 好 HERA這根城堡 現在已經開始轉出了巨型投射機 卡布奇這邊地獄時代還有45秒的時間 右邊 右邊的部分已經開始圍好了 這邊的部分現在這裡比較危險 一出來 戰毛兵就會被城堡給射死 這個直接眼可能還是要再改一下 左側HERA要開始去礦野中找尋新的礦產資源了 現在在這裡補個銀雷 守一下 這個空地 好 HERA這邊點下了跟蹤技術 化學 還有鍛造技術 這張戰毛兵的傷害就來到了最高了 好 3加4 7點傷害 巨型投射機 封城當中 保夾利亞人他也沒有 這個 巨型投射機 沒有這個火砲 沒有這個火砲 所以他現在化學點完 只能讓自己的工兵傷害增加一些 那保夾利亞人他的兵工廠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科技升級 實物是半價的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適合打大衝車進攻的文明 尤其對方又是羽毛劍射手 這種弓箭手 的組成情況下 大衝車給到弓箭文明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大衝車有個問題 他的木材消耗資源非常的兇哦 所以 對於保夾利亞人來說也是一大問題 好 這裏頭車想要往前 偷偷砸嗎 但是這裏會進入到城堡的赤車方圍內 但是這裏在射右邊的戰毛兵 好 直接控城堡 射掉了頭石車 這裏用戰毛兵 開始給頭石車一點壓力 HERA的三臺巨頭還在輸出 四個巨頭還在打 左邊路線有一頭弓 溜了過來 抓到了這邊伐木工 好 但是城堡拿下 保夾利亞騎兵出關 開始敲你的 巨型頭石機了 OK 這一波 HERA頂著壓力 扛住了對方的巨頭攻勢 甚至反擊掉了城堡 還有兩臺巨型頭石機 但是左邊的村民已經回到了 耶穌的懷抱了 已經升天了 OK 這裡也射穿十隻村民 現在HERA經濟依舊不是很好 可以看到資源量 保夾利亞的資源量真的很可憐 連世界冠軍來玩保夾利亞 資源還會落後五千 真的是太離譜了 這個文明 但是他的兵只要一旦成型 那就很可怕了 那現在COPCHI最不希望的就是 HERA的兵力 科技全部點上去 保夾利亞騎兵科技全滿狀態 那就是很難慘了 好 四臺巨頭 繼續猛攻 這個城堡要被拿下 Nice HERA這一波巨頭攻勢打得漂亮 而且還有戰毛兵 現在轉槍兵也打不贏 那COPCHI這邊轉槍兵的問題是 就算你把保夾利亞騎兵戳下馬 那他的下馬版的保夾利亞騎兵 還是可以把你的槍兵打到頭破血流 這就是保夾利亞騎兵最強大的地方 這裡點下馬凳 現在騎兵的攻擊速度有所增加 甚至這個大洛馬的攻擊速度 也會有增加 好 COPCHI這邊攻兵跟槍兵升級上去了 COPCHI這邊點下精銳英雄士的升級 還是要走一個老鷹路線 不然這裡騷擾路線有點難打 好 重新補下一根城堡 不知道Hera有沒有看到 應該是有 有看到 好 但是COPCHI先把巨型頭十一架起來 防止對方過來架巨頭 這個 預判手段我覺得做得很好 這也是蠻細節的一點 雖然這裡Hera沒有上當 但我沒有過來直接拆 反正是先再屯一下 先讓自己保夾利亞騎兵精銳升級 可以如願以償的點下 存了一大堆資源 喔 紅天手這裡找到了一些村民 趕快 先點個精銳吧 Hera這邊精銳還沒有點 有點精銳跟沒點精銳差很多 但是Hera 欸 她是忘記點了嗎 這裡在蓋營餒 好 再去出一些保夾利亞騎兵 難道Hera不是想要走保夾利亞騎兵嗎 直接轉鐘頭 欸 結果轉鐘頭的是Hera 而不是瑪雅嗎 這一波 奇妙了 保夾利亞騎兵正面硬堂 但是槍兵的傷害死在太高 但是下馬板保夾利亞騎兵還在夠 還在夠 這次只下馬板保夾利亞騎兵直接尻爆這些槍兵 這就是保夾利亞人最麻煩的地方 自行投資機反制了一台巨頭回去 三台巨頭還活著 但是後面聰明還在修 接下來工程工程師 現在投資車 還沒有按嗎 按兩台出來 但是保夾利亞騎兵數量還沒有穩定下來 現在保夾利亞騎兵數量完全不夠 這裡巨頭砸到了一些村民 這裡又砸到了一個巨型投資機 這把工程工程師已經準備升級了 繼續砸 右邊老鷹開始飛了 白血老鷹最麻煩的地方要來了 但是還沒有白血 黃金國還沒有研發好 現在這個看起來英勇是跟子座的一樣 這個巨頭直接砸掉了中頭 但是HERA要用使出眾生平等戰術了 就來眾生平等一下了 兩分鐘 兩分鐘的時間 只要HERA能夠鎖住 瑪雅人 就要被拍扁了 但是 頭車蠻吃黃金的關係 所以HERA還是需要一點前排去擋老鷹了 那這邊可以選擇騎士或是選擇肉馬 喔 這個頭車 砸了五隻槍兵 甚至後方城堡已經倒掉 槍兵還在夠 這波槍兵已經開始戳到了巨型投資機 後面的羽毛電射手還在輸出 HERA的眾生平等戰術好像無法成行 就要被打回去了 完蛋了HERA 我覺得HERA這一波 有點大意了 我感覺直接轉保加利亞騎兵 大於打這個眾生平等戰術 到底眾生平等能不能成功平等呢 頭車 現在是3BK 出來 保加利亞騎兵 依舊沒有點下精銳的升級 今天把資源全部留給了 重型投資車這個單位了 HERA想要透過自己重頭的操作 去換掉敵方大量的兵力 但是卡布奇這個文明是被換得起的 因為他的資源消耗量雖然多 但是挖的時間可以的很久 來了 遊戲時間來到50分鐘 就是邁亞的後期資源優勢期 邁亞這邊直接成功的拆掉了兩個神的中心 城堡也拿下 老英的數量已經穩定起來 三攻三防全科技滿了 但只剩下三龍三木 要不要再考慮點一下了 好卡布奇現在是繼續go HERA這裡賣了一堆資源 一千食物 還有一堆資源都買下 然後再繼續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好來看一下這邊眾生平等 舞台來了 攻擊力76點 而且還是非常高傷害的 只要拍到就爆了 基本上是穩爆開 好右邊這些村民 沒有地方可以逃老英直接溜了進來 但是HERA村民出150村 所以這些被刷可能也不會受到太嚴重的影響 這個老英白血直接被打掉 好大漏馬重度提升上去 好用漏馬加上重頭的戰術 這個打法很少見 但是確實是有的 因為這個打法很少見 原因是因為在團戰比較容易出現了 在單挑來說 非常吃重玩家的這個配兵成份 那洛馬配上頭車 確實是一個很好扛住對方的壓力打法 但是問題是沒有工程器 所以HERA為什麼要補下這根城堡 就是為了按劇情投資機 要來嘗試攻城 雖然我扛線能現在扛得住了 但是沒有辦法攻城 所以還是要透過城堡去做出壓力 那為什麼不走衝車呢 這個就有點跟頭車的走法有點矛盾了 你的衝車是要到城堡下方進行攻擊了 但是你的頭石車呢 是沒有辦法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內進行血訪的 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用巨頭去反制對方城堡了 好 那現在漏馬數量其實還不夠夠多 現在漏馬數量還不是很穩定 老英派了一下 頭車這一波打得不錯 好 把自己漏馬給拍掉 現在老英過去試探一下 HERA這一波 右邊的經濟已經全爆 但是聰明樹還是保持在了140升左右 左後方老英也在多線進攻 但是HERA的漏馬有做反擊的動作 並沒有只有一位者挨打而已 但是白希老英畢竟還是黃金兵種 漏馬數量太少還是有點難打的贏 攻擊力只有11點傷害 但是老英是有13點的傷害 除了大洛馬兩點 但是其實大洛馬的攻速加成 又可以補正這個問題 所以只要數量稍微贏一點點 基本上是可以打贏白血老英國的 好 現在巨型投資機又被拿掉了一台 重頭 完蛋 沒有人防守 但是拍得很好 直接拍掉 大洛馬往前想要去抓掉 又拍了一下 老英閃掉 比爾法想要躲 但是被大洛馬直接砍到突破血流 老英完全突破不了這些大洛馬的防線 HERA的投資車秀得非常漂亮 好 現在巨型投資機 還在繼續攻城 投資車 沒有辦法繼續往前 好 這一波 最後一個空到 拍掉了大量的老英 HERA的巨型投資機 開始反擊了 馬拉人開始慌了 黃金開始不夠 黃金歸零了 HERA的主機沒有繼續挖 要不要挖一下 挖一下 挖一下 但是沒有城堡 就意味著投車 可以開始往前走囉 馬拉人怎麼辦 現在沒有任何的科技 可以反制這些投車 只有白血老英 才有機會試一下 好 沒有看到肉馬 要不要往前走呢 試一下 來看一下這一波 投車拍掉 我真的是 看了什麼 對對 重頭拍了43隻的 白血老英 啊 重生平等 重生平等 這個火力 這個控兵 好又抓掉了兩台巨頭 馬拉人這邊直接被 雨時速打到 生活無法治理 生活無法治理 那現在馬拉人最好的辦法 就是用大量槍兵喔 直接摩死你的肉馬 跟重頭 開始要打資源戰了喔 這邊劇 我覺得可以直接補到二十幾個 直接用資源 繼續A A就完事 你的肉馬來 我也A 遇到你的重頭 我也A 但是 不是這樣子A的 這樣子有點痛 好 HERA這裡主金搶不回來 左邊有巨頭想要偷偷攻城 但是 有點擺給 這個巨頭是不是 急一點射錯啦 好 怎麼在巨頭往前送了呢 HERA這邊賺到了很多巨頭 好 HERA這邊也在 找個機會 往前進攻 但是現在 瑪雅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那瑪雅人他是沒有 救贖思想的文明 所以不用去搶 生旅可以反制 投死車 這就是瑪雅人 打到後期 很難打的一個問題喔 沒火炮 沒救贖思想 遇到 投車文明 只能 拼拼看了 只能 這個拍得很好 拍下去還把肉馬往後拉 HERA這個 控制力真的是太猛了 好 手速繼續往前飆 投車拍掉了大量槍兵跟老衣 哇 哇 直接 炸開 HERA現在是 走了一個 非常可怕的 歐伊斯打法 巨星頭11 又打到了一台 巨頭反制 後面三台巨頭 也在努力反制巨頭 但巨頭的目標 是打重頭 再來一台 沒打到 有機會打到巨星頭司機了 打下 拿下 但是自己的巨頭 重頭也被換掉了兩三台 現在剩下三台重頭 HERA大肉馬 繼續往前GO 還在GO 好 巨星頭司機可以往前架了 但這一波肉馬 被槍兵戳到 有點慘喔 我怎麼覺得 出個弩炮好像其實也行喔 出弩炮現在又有彈道水 寶加利亞人升級弩炮也便宜嘛 對不對 配一些弩炮其實也是蠻舒服的 但是重頭已經升級好了 那就全走重頭吧 哇 這個威力好強大 好 哎呦這個牆兵摸到了一台重頭 現在雨池術 還有三台 ok 換掉後面的槍兵 HERA的重頭 喔 這個巨頭 是怎麼自己都有導彈嗎 這麼精準的嗎 精準打擊 ok 剩下兩台了 COPCHE 中午要耗贏了嗎 但是自己的資源也來到了極限 村民沒有回到140村 所以經濟有點緊繃 感覺槍兵快要出不起了 COPCHE也沒有打算要繼續補村民嗎 這裡有個多線 但是HERA這邊有在補村民 有在補村民 ok 現在情況看起來HERA還是相當穩的 後面牧區還在挖 好 頭十二再繼續開 COPCHE正面 要扛不住了嗎 好 結果自己的巨型偷司機都被拆掉了 有可能是被自己拆的 右邊的黃金現在也挖得很開心 HERA的黃金已經歸零 COPCHE這波黃金挖完 也可能要結束 但是重頭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邊肉馬防守的真的是非常好 好 肉馬數量來到了93隻 現在有機會的是HERA HERA肉馬 只要開始往瑪雅家裡開始送 那情況就會不太一樣了 不太一樣了 這一波又拍了大量的槍兵 哇 又來一發一百零二 破百了 這一把看得好過癮 好過癮 好 肉馬開始在抓村民了喔 而且抓的速度非常快 有攻速加成的肉馬 燒了能力 是遊戲裡面最頂級的那種 好 頻道的後期 兩邊已經度過了自己的黃金死刑 接下來 變成垃圾兵大戰時候 肉馬就會變得很具有優勢 因為在肉馬 只要能順利溜到了後方經濟村民 基本上HERA就 勝利在握了 基本上可以講那個字了 怎麼輸 這怎麼輸 我是不知道怎麼輸 這個HERA一個是穩贏了 穩贏了 甚至投資車沒事做了 開始在放煙火了 好 卡布奇這邊 為了要打這些肉馬 唱兵一直往回救 但是有點追不太到 就算追到了 自己的村民還是要損失個幾隻 然後要去補村民 我的村民又沒有肉 然後村民還要收村 待會經濟只會越越差 OK 重型投資車 開始慢慢拆除這邊的巨影 好 洛馬要回來防守了 這一波 保加利亞人 點點了拇指環 這個拇指環是點好玩的吧 ERA這邊都想說 你怎麼海部投降 該投了吧 但卡布奇這邊 還覺得自己有機會 最後一波老鷹飛了過來 但是被洛馬給攔截 投資車左邊拍掉老鷹 老鷹全部倒地 ERA 太穩了吧 右邊擋住 左邊老鷹趴光 繼續GO ERA還在GO 好 這裡想要嘗試用包圍的方法 但是直接被拍掉的大量槍兵 又來了 你想用散兵包夾陣 但是肉馬直接把投車給重重包圍 你過來我就拍你 肉馬這邊高達低 傷害也不錯 又再次趴掉了大量的單位 但是這裡投車會被拿掉一台 但是這應該是最後一波了 卡布奇的支援已經來到了極限 肉已經歸零了 黃金歸零 石頭歸零 哇 只剩下兩千多的木材 怎麼辦 好 ERA現在遊戲時間來到了1小時9分鐘 點下了大衝車升級 好吧 看來他已經下定決心 要來高速解決這些違建了 用投石車砸 還是效率不是那麼的好 好 大落馬再溜進去一波 你就該投了 好 卡布奇現在 沒辦法擋得住 左邊的支援 木序也越來越少 阿羅馬開始聰明把費 後面的投石車 沒有任何的抵抗 剩餘嘗試著想肉馬 卡布奇很想贏 但是這個要贏 太膽了 黑髮經濟現在是太好了 好送完一波肉馬 再來第二波肉馬 反正我有96片田 可以慢慢跟你耗 好大同車也三級上去了 好 。 什麼還沒有結束呢 這一把 有點怪怪的 難道靠取又可以了嗎 我怎麼說又呢 又不行了 好可怕 我看到這個畫面已經開始有點無語了 好 出一點戰毛兵 稍微擋一下槍兵 踏不去 覺得自己還行 只要幕區沒有爆 我就還有機會 但是HERA的經濟已經被控得很好 基本上沒有受任何的騷擾 但是幕區後面已經快挖完了 現在大家都要到前線拔木了 好打蟲車又來了 卡布奇終於受不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HERA這裡是出了499隻的肉 卡布奇是出了550隻的槍兵 重頭來到了26臺 哇 只出了26臺 就把對手拍到沒心態 太扯了 HERA真的太扯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HERA這邊是來到了774105 然後其他資源是輸給馬雅人的 馬雅經濟領先快要1萬的資源 黃金領先快1萬 卻輸掉了比賽 那就是馬雅人後期的最大問題 雖然我的經濟很好 但是後期只要進入了焦土戰 這個終局沒有黃金的情況 馬雅人就沒有辦法 繼續打出自己的資源優勢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收到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